城隍庙探位前 只见一名女子下雨天 特别骑着机车前来关顾 女子看似正常 即使比有墓地 因为短短几分钟等待时间 她被募集 先拿一千元付钱 拿到香肠和零钱后 又趁香肠摊老板不注意 偷偷把原本给了千元钞给抽回 也不管老板也发现了不对劲 就从容离去 等同赚了免费香肠和九百多元 又趁阿婆不注意 立刻将一千元抽回 并以阿婆发生增值 要求九百六十元的犯罪手法 本案阿婆并没有报案 警方获悉后立即主动侦办 经钓越监视器后 将涉案的女子带回 女子跑来香肠摊行妾 警方短短不到两天时间就破案 还是主动介入侦办 却因为女子挑的行妾对象 是一对为了养活贪儿 辛苦在城隍庙前 摆摊卖香肠的七十几岁老人家 我跟他搓搓 他在家乘搓搓 常常都看不着 都要搓搓 多年来老夫妻不管到哪里摆摊 都会带上儿子就近照顾 每月两万多元的摆摊收入 是一家三口唯一的经济来源 生活相当辛苦 却也感动许多人 如今却遇到没良心的窃贼 偷走辛苦钱 而得知老夫妻前百偷消息 一出不少民众主动前来光顾 要帮他们弥补损失 让小小的摊位钱 排队人龙好长一串 老夫妻和他们的儿子 除了感谢 也再次见证人情温暖 接合蒙新年静宇 新入报道 新入报道